2018年12月12日,中融央视50亿TF产品首发一事,在北京举行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齐主权,中国银行海外业务总监孙玉,中融基金董事长王瑶,央视50指数主任委员,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朱威,央视50成分股公司高管以及多位金融界,学界人参加了产品发行仪式, 共同见证推动价值投资理念的创新发展,丰富指数化投资标的工具历史性时刻。 据了解,中融央视50ETF是目前市场首支央视50ETF产品,跟踪的,是中国首支权威媒体发布的A股指数,央视50指数。 以其重置,多维的创新指数编制方式,构建了A股价值投资新作标。 央视50指数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联合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 中国人民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土大院校,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。 大公国际资讯评估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,共同评价临选以成长、创新、回报。 公司治理,社会责任无可维度位基础,筛选出各个维度最优样本公司进行投资。 与其他选股目标较单一的指数相比,央视50指数行业,占比更加均衡覆盖成分股的市值范围更广。 从业绩表现来看,央视50指数样本股历史业绩突出,印证了价值投资的长期收益魅力。 发布于市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,作为央视50ETF基金管理人的荣融基金, 作为托管人及指数成分股上市公司之一的中国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, 并共同为产品首发揭开序幕三方军表示,将致力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。 做党,做强央视50ETF,树立国内央视财经系列指数ETF管理的品牌, 实现资管共享,优势互补,合作共赢,共同构建文化金融服务生态圈, 股市重回历史地位以来,伴随着市场结构性的改善和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, 市场有效性显著提升,阿尔法的获取难度加大, 被塔形指数,近年来显著跑赢主动管理类产品,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, 兼具灵活、效率和性价比的ETF产品对受市场青睐, 中荣央视50ETF,作为我国首支央视50指数ETF产品, 进一步丰富了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品种, 是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, 投资者有效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创新举措, 从更深层次来讲,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, 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, 而央视50ETF则是在新时代背景的产荣结合下, 引导上市公司着力成长, 用力创新,注重回报,完善治理, 立行责任, 推动价值投资理念的创新与发展, 中荣基金表示, 央视50指数目前整体适应率, 是净率在同类指数中均处于居中偏低的水平, 有着较好的安全边际, 此次央视50ETF产品的发布, 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又一个良好的配置选择, 公司将坚守基金管理人的责任与专业, 与众多优秀的同路人一起, 为文化、金融和产业的融合互利, 共推实体经济发展, 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,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广告。